15號一早台積電發聲明 內容寫下有意在美國設立晶圓廠 地點就選在亞利桑那州 將投入約3585億新台幣 蓋5奈米的晶圓廠 台積電董事長在法說會上 談5奈米的市場佈局 如今將5奈米的製程技術 帶往美國 規劃月產能約2萬片 預計2021年動工 2024年量產 成為台積電在美國的 第二個生產基地 在5G的技術當中 半導體的技術 又是在裡面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當全球最有領導地位 技術最先進的一些企業的話 可能在半導體的部分 就優先是美國 會希望是到美國設廠 在中美對立之下 佩爾川普為了5G 敵制中國 台積電不得不選邊站 決定設廠美國 但它並非空降 直接來看台積電 在美國的佈局 1996年進軍華盛頓州 蓋了8吋晶圓廠 在加州跟德州 都有設計中心 入境蓋5奈米晶圓廠 落腳亞利桑那州 不過到美國設廠 各種成本都會明顯提升 到底有何判算 2024年美國 才會進入到5奈米的一個量產 可是屆時臺灣可能在2024年 開始進入到1奈米 世代的一個量產技術 所以從這些跡象都可以看出 台積電在美國 還是一個象徵性的一個設想意義 而未來整個生產的一個先進製成的重鎮 還是會擺在臺灣 看似帶最新的5奈米技術去美國 但也得等4年之後才開始增產 其實對台積電而言一點都不虧 從資本支出來看 在美國9年將投資120億美金 臺灣一年就投資150到160億美金 而5奈米月產量 臺灣有8萬片 美國2萬片 只有25% 只是台積電開了赴美第一槍 加上美國去中國化 勢在必行 其中在中國擁有大量設備的鴻海 另外也將面臨挑戰 參選時知求方向 tap down